心肺复苏素CPR與自動體外電磁器AED 二者兼要交互應用才能達到 搶救生命即可救援的目的 什么时候要用到电磁 为什么要做CPR 因为心脏停止的时候 电磁器贴上去 它是不会有任何反应 它是不会有任何反应 它一定要真正到我的心脏 心事行为战斗 就是不正常的跳动 什么是不正常跳动 我一直按压一直按压 就一直去按摩 我心脏里面有一颗心动 它是放掉到心脏去刺激 心脏去跳动的 让它恢复 类似像电脑当机的感觉 电脑是开机的 不是操作系统怪怪的 不顺畅 那就是我们按下reset 让它重新开机 电磁器就是一个reset 让心脏重新开机的设备 但是我一定要先让它 把心脏从不跳变成抖动 就是要做CPR 就是要靠CPR按摩来 刺激它 刚 CPR跟AED它们两者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当心脏发生 停止跳动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 为了要延续它的生命 我们必须要对它做 实施心外按压 确保的就是 身体尤其是脑部 最重要是脑部 它如果缺氧时间过久 因为你心脏停止了 它没有办法正常跳动 把血液养分 透过血液带到你的脑部 它可能 每慢一分钟 我救回的机率可能会降低 7到10% 而且现在救务车 它平均抵达时间 应该算很快了 它平均10到12分钟 就会抵达 但是10分钟来讲的话 它已经叫50%的几率 有可能会造成它脑死 那我们在做CPR AED抵达现场的时候 能够把心脏 做一个重新启动的一个机制 能够尽量减少人员的伤亡 这样 换成这个不坏 换成这个不坏 它机票又不在于 也不在于它 在于什么地方 我今天是上海 扯他跟本地 对 对 新竹出北报道 换地方 只是说笑话 没有这么笑话 它这个人会很夸张地弹起来 会很夸张地弹起来 好